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土城医院视察最后工程进度 随着院方介绍 每一层楼逐一检视 位于土城京城路二段的土城医院 规划为地下三层 地上十五层 开设三十九个医疗专科 总床数达到一千零五十八床的教学级综合医院 它是一个很整合 变成一个友善的一个艺术服务 那另外它融合了人文艺术 土城医院完成结构工程 并且取得用水配电及室内装修 系统测试及进行调整 院方预计在四月二三号会进行市营运 侯友宜市长表示 土城医院能够提供土树三英地区 更多的医疗资源 守护更多市民朋友的健康 一年可以提供八十五万的人次的门诊 二十万的病床数 所以一千零五十八个病床 即使可以给我们做最好的医疗服务 我要在这里非常谢谢我们长庚体系 跟我们新北市并肩作战 守护新北市市民的健康 让新北市的医疗网更趋的健全 能够收纳超过一千人以上的土城医院 是否会在试营运之后加入防疫的行列 侯友宜表示 从急诊所设置的分流筛检站开始看起 相信他们会是加入防疫的 最重要的一个医疗资源团队 对新北市市民来说 在整个防疫的健康所悟 更具有更大的支持的力量 尤其对国人 未来在整个资源厂 其实长庚都办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4月23号的市营运 也就是新北市在防疫的生育金 都增加了 所以我们谢谢 要赶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请长庚医疗团队 在土城医院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更具有分量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谢谢 房院长 侯友宜肯定土城医院完工后 不仅能够带给新北市 更多的医疗保健照护支援 更能够带来更多 第一线医疗作战能量 防疫的期间 对于健康守护 能够有更大的支持力量 记者林立乌之恒 新北市报道